国内疫情趋缓 县长在峰尾宣布自10月14日起 暂停机场、港部及渔船入境快筛 但是未来如果疫情升温 县府将会适时重启入境快筛措施 县政府表示 国内本土疫情逐渐缓和 自9月30日起迄今 有13天没有增加本土案例 加上澎湖COVID-19疫苗接种第一剂涵盖率 已经达成常住人口91% 第二剂涵盖率41% 纳峰尾决定从14日起 澎湖暂停海空运旅客 以及渔船的入境快筛 澎湖县长赖峰尾宣布 鉴于我们目前近期 本土的疫情已经有趋缓的情况 从9月30日开始连续多日 都出现本土没有新增的个案 因此澎湖县长跟金门县长 沿江县长三个离岛县长有达成共识 从14日开始我们会停止入境的快筛 无论是旅客无论是搭飞机或搭船 入境澎湖我们就取消快筛的措施 连带的旅船如果从台湾回到澎湖本岛 我们也会取消快筛的一个措施 那未来我们会试疫情的状况 如果疫情有升温的迹象 那我们会立即来启动快筛的相关的措施 来确保我们澎湖乡亲的安全 澎湖机场及港口快筛站至9月10日起重新启动 截至10月12日止 机场港部筛检站共计筛检11653人次 快筛阳性纪5人次PCR均为阴性 另外9月10日起 渔船至台湾交易与获返棚之后 船上人员一律接受筛检 截至10月12日止累计筛检人数107人 全数检测都是阴性 澎湖省政府表示 本岛三军总医院澎湖分院 以及布立澎湖医院仍有提供採检服务 另外在二三级离岛包括七美、旺安、将军、鸟羽 及被卫生所设置COVID-19社区採检点 提供民众快速筛检服务 如果经过评估具有风险的民众 都可以前往筛检 记者 陈荣誉报导